各位同学在学习三角函数的微分之前 三角函数的一些代数性质我们都必须要熟悉 比如说像是副角公式 背角公式以及它所引申的半角公式 那么这一部分来说的话 对于我们的三角函数的微分甚至积分 积分我们甚至会用到了它的引申出来的激化核差 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的话 我们给各位同学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复习 甚至还有一些定理的证明